中午吃什么呢 艺人陈建州呢 也就是黑人 他这个前一阵子呢 带着助理 跑到了桃园机场 地下一楼的员工餐厅去用餐 但是他自己没有员工身份 所以他不应该来这边吃饭的 被检举之后呢 餐厅要被罚一万块钱 黑人说呢 因为他爸爸以前是做舱长 刚好那时候又是接近 爸爸父亲节 想到跟爸爸的回忆 才会跑到那边去吃饭 结果呢 害得业者要被罚一万块钱 他说这个钱他来出 一到用餐时间 机场员工人来人往 这里是桃园机场的 地下员工餐厅 艺人陈建州 在8月7号时 带着助理来到这里用餐 就是来吃啊 那他也很诚意啦 他也叫我阿嬷 但因为陈建州和助理 都不具员工和员工家属身份 餐厅业者遭人检举 罚款一万元 你有没有问他是不是员工吗 他说他爸爸是什么 华航的什么 可是他过世了 不知道 我知道 我早就会叫他签名了 是我父亲 我还记得是在日本 欲气满事不舍 看着父亲当年穿着制服的照片 也就不仅难过落泪 从小就跟着担任做操场的爸爸 出武机场 全家人在等待爸爸结束 勤务的空档时间 总爱到员工餐厅 吃上一碗牛肉面 只要是小时候我记得 一放假就是他会带我们去夏威夷 然后带着我们全家 在阿拉斯加 度过他的晚年 然后也可以想一些天伦乐 但事情总是不是想象中那么顺利 陈建州说 他被检举到员工餐厅吃饭的那天 刚好就是父亲姐的前夕 对于餐厅因为自己被罚 他感到十分愧疚 还说要代付一万元罚款 但陈建州说 自己只是想重温 当年和爸爸共有的美好回忆 中天新闻季云 台北综合报道